美洲猛禽拥有13厘米比拳头大的爪子 可以秒杀一只成年猴子 为什么孩子只能存活一只 眼前的这只猛禽之王 到底有没有天敌呢 这只帅鸟相比之前的秃鹫 是不是帅了好几倍 但只要它不转过头来 它就还是最帅的那只鸟 刚一看到这只鸟的长相 大家可能会觉得它是鸟中二哈 感觉行为与长相应该也是一样憨憨的 这你就大错特错了 它们可算得上 是世界上最凶猛的猛禽之一了 这种动物就是脚雕 仔细观察会发现它们的爪子 要比猫科动物锋利很多 并且十分巨大 毕竟爪子可是它们数一数二的武器 这种鸟来自美洲 主要生活在热带地区树上 体型巨大 是鹰类中数一数二的存在 多数脚雕体长在一米左右 加上展开的翅膀 可以达到两米甚至更长 但它们的幼崽 直到六个月才具备离潮的条件 一到两年才能独立生活 它们的平均寿命 可以达到25到35年 另外由于它们头上还有两个鸟冠 所以看起来非常俊美 但是仅限侧脸 侧脸完全就是鸟界男神 正脸的话不说也罢 脚雕作为一种肉食性的动物 它们的捕猎范围非常广 不只是一些鸟类 甚至是那些栖息在树上的哺乳动物 都有可能成为它们的美餐 所以是什么让这种动物 可以拥有捕食哺乳动物的能力呢 你敢相信有一种鸟 可以捕食类似树篮 猴子等中型哺乳动物吗 这种真实存在的鸟就是脚雕 除了一般类似于鹦鹉的鸟类之外 很多栖息在树上的哺乳动物 都是它们的盘中餐 甚至有时候 它们还会攻击地上的爬行动物 例如蜥蜴和蛇 那是什么使得它们拥有 这样强大的捕食能力呢 首先要提起的 就是它们锋利无比的爪子 这也是它们主要的捕杀武器 脚雕的利爪 可以算是它们捕猎过程中的制胜法宝了 它们的爪子很大 长度可以达到12厘米 这意味着爪子的长度 和一个成年人的手指长度相当 一个爪子甚至可以轻松地 保住一个成年人的拳头 爪子只有大这一个特点 怎么足够成为捕猎高手 除此之外 它们的爪子异常锋利 就连铁板都可以被它们轻松抓破 另外还值得一提的 就是它们爪子的握力也很不一般 你知道吗 这种动物的握力 可以达到358斤 这意味着即使的猎物 最坚硬的部位头骨 都可以轻松将其捏碎 所以对于这种动物来说 即使是比自己体型还大的浣熊 或者试鹿甚至是豪猪 它们也可以随时挑战 只要双爪一握 就能轻轻松松 穿过这些动物的头盖骨 并且超大的爪子 可以轻松地将猎物 带回自己的栖息地 脚雕可以算是天生的捕猎高手 拥有着得天独后的捕猎条件 除了它们的利爪 还有其他很多天赋 首先就是它们超强的静音模式 捕食时 尽管脚雕的身躯非常庞大 但它们却并不会发出很大的声响 甚至动静小到 即使它们已经达到了猎物的头顶 这些猎物都很难察觉 所以即使是猴子 这种非常机警的动物 也经常被脚雕捕食 另外就是它们高超的飞行能力 因为一般生活在树木繁多 地势复杂的热带雨林 所以即使地势如此复杂 它们在飞行时 也完全不会对它们造成影响和困扰 可见其超强的飞行能力 除了飞行能力强 它们的飞行速度也非同一般 每小时可以达到80公里左右 正是因为这些条件的加持 使得脚雕可以轻轻松松捕猎个头 比它们还大的哺乳动物 但即使脚雕在自然界 基本上可以说是没有天敌 但它们的数量却在不断减少 甚至已经成为了宾威动物 这又是为什么呢 首先就是因为人类的活动区域增加 导致热带雨林受到了严重的破坏 于是种群的活动空间大量减少 再就是因为人类的非法狩猎 也对整个种群有很大的影响 除此之外 就是脚雕本身的繁殖习性了 它们每次只会生产两枚蛋 并且先孵化出来的那只幼崽 才有活下去的机会 另一只它们基本上就不再管了 这也是这种鸟出巢 较晚的一个原因 好了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喜欢的小伙伴 记得点赞关注哦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